朋友们好,我是石头 刚刚我在山脚下飞无人机的时候就发现 在这边的半山腰之上有一处寨子 于是我就开车上来 来了之后才发现 整个寨子是一个无人村 已经没人居住了 但是有几栋房子还保留的挺好 而且那边好像还有一户人家在养着鸡呢 我就搞不懂了 这样的一个村子 而且风景特别的美 以前的房子看起来也建得非常好 为什么这边就没人居住了呢 那随着石头的尽头 我就带你们走进这个无人村 一起来看一下 我的车就停在了下方 可听到那边有些鸡叫声 可能是当地的老乡在这边养着鸡的 整个村子以前是有大概六十多户人家 感觉这些房子都是大概同一时间搬走的 看这些剩下的残垣断壁还保留在这里 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好像就是以前的一间厨房 这边是整个院子 上面铺了一些青石板 这外面是栏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的视野很开阔 房间也是特别好的 对面是大山 房子呢也是靠着大山 这底下的房屋上面的瓦片都没有了的 那栋房子建得挺好的 也是一栋木房子 那边还有一栋房子 整个村里面现在所剩的房子应该就是两三栋了 其他的房屋基本上全部都拆了 不能够住人 那现在呢 我们找到一条路 从那边走进去给大家看一下 显得很破旧 这些房子啊 看起来都是人为的破坏了一样的 这边以前都是房屋地基啊 看这是这户人家的厢房 房子大部分都是砖粉结构的 也有一些木房 像这栋房子啊 也是拆掉了的 现在上面的线角板 钢筋都已经露出来了 长满了杂草 看这是卫生间 里面还有淋浴的一些设施 看得出以前这户人家 在这边居住的时间也是非常久的 这边的钢筋呢 都露出来像这样的房子 肯定是好像人为破坏一样的 这里还有床呢 这以前是个小房间 真的不敢想象什么原因 所有的房子好像在一夜之间 全部变成这个样子 这栋房子是 这边是另外一户人家的 这里是厨房 这里是 应该是主屋 看这边以前都是房屋地基 都已经拆走了 我们走进这间厨房看一下 看会不会发现一些什么 哇 怕吗 朋友们 我就不说了 你们自己看吧 很破旧啊 杂物很多 这边是农村的一个灶台 上面还有一盘菜呢 感觉好像还没吃完 这什么情况啊 这是做木匠的一个手推爆 我们继续走 往里面再看一下 这个视频我 申请给大家 一镜到底的去拍吧 看这边的房子啊 感觉都是上了很大年纪的房子了 这个位置的海拔 刚刚我看了一下 将近是有800米左右 挺高的 而且近村的道路都是水里路面 还挺好走的 路大概宽4米左右 这边的房屋 看上面的瓦片 全部都丢下来 碎完了 这边以前也是一大栋房子 都拆完了 这边一眼看过去 就是最少有十多户人家呢 现在我们找一条路 看能不能走进去 给大家仔细的看一下 好像都走不通啊 还是反肥一下吧 这边的房子 以前都是紧挨着 大家建在一起的 可能是一个家族在这边 可惜现在没有人啊 要不然可以问一下 究竟什么原因 这个地方 这么大的一个村子 变成了一个无人村 我一路开车上了 我都不敢想象 这样的一条路 走上了之后 原来有这么大的一个寨子 在这里面 通过这些残岩淡壁 大家也可以发现 这房子以前都建的挺好的 看家家户户的有个小院 因为这边的海拔比较高 小院呢 那时候没有用水泥做樱化 都是从山里面捡了一些石块 把它铺在地面 平时塞一些玉米倒谷之类的 看这也是一栋木房子 上面还有野生的那个蜜蜂 飞来飞去的 这栋房子呢 也是很破旧了 根本上是无法住人 这边也是一处厢房 堆放了很多杂物 走进去看一下 这边以前还是房间呢 那边还有西木寺的床垫 好多蚊子 这家人的场面呢 都还挺好的 看这些房子 都是这个样子 上面那几户人家 好像位置更高一些 这边走过去看一下 最后人家还上了锁 但是看得出啊 这些房屋也是没人居住的 根本上没人打扫啊 这是一间砖房 这底下好像是两块稻田 种的 好像之前种的有油菜呢 这个房间里面都长满了杂草 上面的楼板 也全部坏完了 整个房屋地基啊 全部都是这个样子的 这边也是一样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像整个房子的正屋都拆了 剩下的都是厢房 钻结构的厢房 几乎每栋房 好像都是这样子 以前的正屋应该都是木房子 你看 拆了之后放在这边 一大堆呢 这里面的小路就像迷宫一样的 感觉走起来都会迷路 这栋房子的主体还在 上面的瓦片已经看不到了 太奇怪了 以前这栋人家种的仙人掌 这个时候也开花了 这个小巷子还挺深的 估计以前这条小巷肯定很热闹的 几十户人住在这边 每天小孩子打打闹闹的 肯定特别的热闹 看每家每户都有个小院门 都打上了围墙 这边以前砖房也挺多的 从这样的情况来看 这边可能 有将近十来年左右 没人住了吧 这边进去也是一户人家 我发现他们的院子都挺好的 全部都是青石板 那边的石板都还挺好 基本上可以再次利用的 高低层次分明 远远的看过去 以前整个寨子应该还是挺美的 上面这户人家更高一些 整个寨子最高的一户人家 站在这边 我们再来看一下 整个寨子 还是非常美的 房子都很集中 房子都很集中 房子还是非常不错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房子都不能住人了 全部都拆了 只有前面还有两栋木房子可以住人 那边有一栋 那边有一栋 其他这些砖房都已经全部拆了 在村子里面我们转了一圈 唯一碰上这位老人 他在地里面干活 刚才和他交谈 才得知 以前这个村子呢 有几十户人家 还挺热闹的 但是这边的交通 各方面都非常的不便利 当地 我知呢 就把所有的老乡 往山下搬迁 房子也就搬下去了 现在在镇上重新给他们盖的房子 他们都在山下生活了 比以前呢 交通各方面都方便了许多 所以也就像我们镜头前方所看到的那些房子呢 好像都在一夜之间 全部人为的破坏了一样的 美人去居住了 他说现在村里面还有好几栋房子 偶尔呢 有人会回来住那么一两天 他说到了这个年纪啊 看到 足足被被生活的地方变成如今的这个样子 还是挺可惜的 忍不住 又回来 重点庄稼 回来看一看 感觉已经物事人会了吧 我觉得可能农村 很多地方以后慢慢的可能都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现象 慢慢的变成无人村 确实在大山里面生活太不方便了 小孩子要读书 小孩子要读书 长大了之后呢 还是可以住人的 朋友们 你们觉得这里的房间究竟如何呢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暂时为了要分享到这里 我是石头 喜欢的 还请记得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